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请放着 各位同学大家早 那我们今天呢继续上礼拜的部分 那因为上礼拜这个 我们讲到的宋句前三个呢 有漏无漏法 去试验那三个宋呢 其实就是把我们整个 戒品跟跟品 因为戒品跟品一个是 一切法的体一个是用 所以一切法的内容 其实还刮着佛法范围呢 蛮广的 所以有可能就是多花一点时间 介绍让同学对这个活法呢 比较有一些呢概念 戒品的话呢 是运除戒 就是讲五运十二处十八戒 那一切法的体是在这里面 五运十二处十八戒 那跟品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性跟性情念定慧 就是你很相信 然后你很勤劳 这个都表现出来 因为用嘛 所以体我们看不到 但是用你看得到 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说要请你把你的活性拿出来 你的活性拿出来 那你怎么办 因为那个东西是体是比较抽象 那你一定要用它在表现在行为 表现在作用里面 所以跟品呢 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如果真的修行修得很好 你的性跟情跟 你很精进 念正念 然后呢定慧都有 性情念定慧 所以呢 这个五根的表现 刚刚讲性情念定慧 就表现在无漏的无韵 里面 就会展现出来 所以这两品呢 和论的话 就是把这一切法的七十五法 都呢 介绍在 这个根品跟戒品里面 那我们知道 我们后面的 补充讲义里面 给同学 虚空无为 则面 无为非则面 这三法是后面的 那这三个就是 当你修行从 有为 进入无为的时候 它会展现出来 可是要展现出来以前 你必须要怎么样 你要懂得有为法的修行啊 你要从有为怎么修 修到无为啊 你不可能一下就变无为 如果你这么厉害 那其实 你就已经是 不需要呢 产生很多的烦恼 你应该就是解脱的圣人了 所以呢 据色论它就用修行的观点来介绍 成立根 说明它的哲学理论 所以有七十五法是依据呢 我们怎么样 从我们前面的七十二法 七十二法里面有 大善地法 小善地法 或是大烦恼地法 小烦恼地法 我们有善根 也有恶的念头 然后也有烦恼的心 也有解脱的 善的这些心所 所以呢 怎么样去把这个 在生活里面去转变它 让它从恶的 全部转为善的 那当然你要尽慧随行 二十八法 你的清静智慧 所以这个就是用修行的观点来 建立了这个七十五法 然后说明它的哲学理论 透过这个理论呢 我们了解怎么样 把它成为实践 就是解形并重嘛 了解这个理论系统 那我怎么样去实践它 所以呢 根品就是展现在用的这一块 然后呢 体的部分我们也要去了解 你才知道 哪一些是我们要多多去 把它发挥功能的 那哪一些尽量呢 就是你不要让它产生有因缘 再继续造恶业 所以一切法里面 我们上次呢 有看到有漏无漏 有为无为 那这四个呢 其实在划分上 这个就是烦恼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的人生呢 从你小时候一直到现在 都是在有为法 无为法都是我们比较不熟的 那我们怎么样从有为法跨越 来到无为法 这个呢就是 我们要去学习佛法的地方 同时呢 这个地方它用了四圣地来讲解 所以我们的四圣地这张表就是把 刚刚提到的这四个部分呢 整个含瓜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呢 每一个它在这个有漏无漏 有为无为呢 它们各有不同 当然最后呢 完成的这个灭地啊 捏盘 它是无为又是无漏 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你刚开始有烦恼 你慢慢呢 能够从烦恼里面解脱 来到无漏 代表你已经从苦地跟极地 进入哪一个 道地了 对不对 道地无漏了嘛 但是呢 毕竟它还是一个有为的方式 因为你要从你的文思修 你了解 然后你怎么去修行 你开始去戒定慧 守戒 修禅定 开花智慧 所以呢 这个还是一条有为的路 但是它可以让你达到无漏 所以这个四圣地呢 它就把我们的有为无为 有漏无漏都含瓜进来了 所以一切法里面 它用四圣地来说明 所以刚刚那个表呢 你要把它很清楚 然后有漏呢 就是在苦疾二地 无漏呢 就是在灭道二地 那苦疾跟这个灭跟道呢 它们的之间里面呢 又我们刚刚讲分出了有为跟无为 那所以有为就在前我们的苦疾跟道 这个在修行这一条道 灭地就无为 所以有漏的跟烦恼相应 这就比较具体来讲 什么时候你跟烦恼会相应 我想太多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是跟烦恼相应 但是呢 透过我们的学习 你了解什么是你跟烦恼相应 你尽量要去减少这个因缘 那有为的话呢 就是深注音乐的变化 无为刚好跟它相反 所以呢这边呢 在戒品里面就是要直接呢 就讲出来开宗明义 第一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有漏无漏法除道与有为 就告诉你说 你在这个道地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从有漏进入无漏 它才是一个有为的方式 那我们这个就是有漏无漏这个地方呢 是比较重要 所以怎么样去降服你的烦恼 最后灭除烦恼 这个是重点 还有呢有为无为要区分 跟烦恼修断也有密切关系 所以七十五法呢 就是一切法 它依有为无为来分析 然后包括有为的就是设法、心法、心所法 跟不相应心法 这个我们上次也在 俱色妖仪里面有看到 第五个就是无为法 其中设法有十一个、心法有一个、心所法有四十六个、不相应有心有十四个、再相上三个无为法、合称为无为七十五法 那现在呢 因为我们有看到这个一切法 而且我们在第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 有漏无漏法 这个法呢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它能展现出体跟用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戒品就是它的体 根品就是它的用 都是在讲一切法里面的两个部分 所以我们的戒品跟根品就是在讲一切法 那主要呢就是说 这个法呢分为五大类 第一个呢是我们讲的规则 原理 是最根本的法的缘起 缘起法 就是万物生灭的根本原理原则 它会开始产生生灭 就是因为有一个缘起法 如果没有缘起法 它原来展现的是 它一个常的 不生不灭的这个常态 所以这个法呢 就是要告诉我们有一个规则、原则 第二个 所以法里面有五个意思在里面 第二个就是植数 就是我们的七十五法 七十五个植数 是构成现象界各种事物背后的植数 那它可以形成什么 因为呢你透过你的眼根 你会产生掩饰 这个感官世界里面的 这个运作受想形式就会出来 然后第三个一切 包括有形无形、有落无落 经验的一切、现象的一切 都可以称为是我们这个法 最广益 然后再来呢 你透过你这个原理原则直数呢 七十五法 还有呢一切有落无落 有为无为 我们可以达到呢捏盘 这个是圣意法 然后呢 最后呢就是佛陀的教说 也是法 这五种不同含义的法之间含有的联系 就是说第一个呢 我们的七十五法呢 它可以产生构成经验感官世界的一切 这些植数 然后经验的一切包括 我们刚刚讲有落无落这些 有为无为 那其次呢 阿比达摩的观点来看 表达植数跟现象关系的法则 就是圆起法 这二类跟三类 这二跟三是我刚刚指的这五个里面的第二类 第二类指的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七十五法 第三类就是展现出经验的一切 现象的一切 就是因为透过你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 你会有经验到怎么样的一个感受 然后你会跟现象界呢 有所交涉 那这样子呢 会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什么 第一个 活头去体悟到的 我们宇宙的一个原理原则诡犯 就是圆起法 就是因为我们的根对层出了以后呢 那你有心由所启动的时候 这个生命的圆起法就开动了 就开始了 所以呢 活头的法里面呢 就是含瓜有这五个 那透过你的了解以后 你再去修行 你就会正德捏盘 那这个也是他的教法 所以这个 透过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植树跟现象界的关系 就有一个法则 法则就是我们的五蕴开始去 运作身跟心 这个圆起法 然后呢 活头去证悟这个圆起法 在十二因缘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无名 去启动它 然后开始让我们看到身心 生命轮回的真相 还有呢 怎么样去解脱 这个是圆起法的开始以后呢 我们又从这个圆起法看到 我们怎么样去还灭 轮回的开始 但是我也可以还灭这个教法 就是第五类 最后呢 我们可以证得捏盘第四类 亲自它本身也证得了才 等于说我有体证以后 我的所证呢 去做这个教说 所以这个就是依它的这个经验呢 来传授这个教法 所以有漏无漏法 漏是烦恼吗 好 那我们在课本之前呢 已经看过这个漏的意思是不尽 就是像我们身体流出不尽的东西 从我们五根 好 那还有第二个抽象意义就是说 会让你的烦恼随胜增长 那因为我们讲的 这个是根本活教 有人若以大胜来讲说 那烦恼在哪里看不到 对不对 但是它确实在作用里面 产生了一些 让你呢 或业苦业力随顺增长 在因缘法里面 它却产生出业力了 所以呢 这个看不到的东西 它有体 但是它作用 却可以看得到 它会让你的烦恼随增的一切法 叫有漏法 相对呢 无漏法是不会让你的烦恼随增 所以呢 苦地跟极地都是有漏 是随增 倒地跟灭地是无漏 倒地是修行的方法 可以对峙我们烦恼 所以当我们学习火法的时候啊 这里就讲到的 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烦恼随增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倒地了 无漏法 那你的学习呢 火法的时候不仅是知识 我们还要怎么样 去实践 让你的烦恼 越来越少 我们要学习火法 不要认为它只是知识 跟烦恼没关系 实际上学习实践火法的当下 你就是在对峙烦恼 就像你今天呢 不去逛街 你来这边上课 因为你去逛街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名牌的包包啊 有的人特别对名牌的包包有喜好 那当然有一些人不是包包 他喜欢的是鞋子 或是衣服 或是帽子 所以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喜好 但是一旦呢 你被这个东西给诱惑以后呢 它就是一个有漏法 因为你会对它怎么样 产生贪念 因为它会让你的贪念增长 然后你的烦恼就增加 相反呢 如果你今天 这个时间 就圆缺不深啦 你没有去逛街 你是换一个空间 你到别的地方 到试验里面去跟大家共修念火的时候 那共修念火就是要在佛号射心 让我们心一直安住在这个正面相续 所以这时候你的烦恼是不会随真 相对呢 你的烦恼是还会减少 而且可以呢 培养你的正念 那变成是无漏法 所以要有漏无漏 这个就是第一个 我们的第一条 这个颂句呢 要让你培养出责法 怎么样去选择你人生后半呢 该走的时候 你是要在有漏还是无漏上 你要多增长无漏 那你的选择就是很重要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 对人生后面的道路 你要怎么走自己去规划跟选择嘛 所以无漏法就不单呢 是指已经断了烦恼 其实呢就是我们随顺佛法去修行 法随法行 你今天听了法 你随这个法去修行 就法随法行 跟着这个法去 这样子做身心意的修行的时候 身口意都在上面的时候 你慢慢就可以降服你的烦恼 让你的心呢 不断的在进化 在这个进化的过程里面 你就是往无漏法去相应了 所以我们的所缘随真跟相应随真 其实就是在讲这个 但是它是比较文言文 那我们现在用白话 就说你看到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所缘符 就是有一个所缘镜 一个包包 然后你跟它相应你喜欢了 那你就会产生 我们刚刚讲这个烦恼就出现了 那那个就会让你产生有漏法 所以像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怎么样去责法 因为我们会在很多情境上面对很多的事情 那每一个情境当下你的心就要清楚 你该怎么做 那第二个选项就是我们介绍过有违无违法 整合起来讲就是一因代元一起合合所造作的 它的那个梵文的意思就是一因代元一起合合所产生造作 所以它不是单一的 一定要很多的元才有产生出来 所以有违法是这样的 就像我们今天有这个课程也是要 各位呢在两年前 大概是七月我们七月即将到了 就是报名了 然后我们在哪一个教室什么时间 各位呢有时间来上课 那我们课程呢就有什么样的规划 所以这个都是一因代元 然后一起合合去造作的 有生灭变化的 是有违法 跟有违法相反就是没有生灭变化的现象 不是一因代元了 那个就是无违法了 那你的修行必然是要从有违法 慢慢跨越到无违法 所以无违法呢 这一块大家比较难以去了解 所以后面等一下会对这个 无违法再多多呢介绍一下 那无违法就是不是因缘条件了 在阿罕经里面有违法跟无违法呢 也有介绍 但是呢它的开始的重点是说 一个是我们刚刚讲的题 一个是用现象 哪一个是体 它认为无违法就是一个体 离体跟现象在阿罕经呢 这边呢它没有直接讲是有违无违 它就讲元起法跟原生法 元起的话就是我们讲这个 整个背后的法则 元起法 从无违原行 世明色流入出手 然后呢你在现象里面看到万物的生灭变化 存住坏空生老病死 生住一灭 这些呢就是原生法 所以元起跟原生差一个字 但是一个是背后的基本法则 就是定律 世间的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元起法 然后原生法是万事万物呢 依元起 依这个法则 依这个道理而生灭的现象 所以元起法在道理上呢 来讲 原生法在现象来讲 所以生灭变化的原生现象呢 是有违法 没有生灭变化的元起法是无违法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他就到 他这个没有生灭变化的元起法是 讲到无违法就是 元起本身它是一个法则 这个法则就不变了嘛 就像你的数学归纳出一个公式 所以呢 你只要有什么数字套到这个公式 他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你所要的 所以这个公式就变成不变了 但是很多的数字是变的 所以元生法是生灭变化的 元生法 他在现象里面会有很多的变化的 我们叫有违法 没有生灭变化的元起法 他变成一个规则法则 宇宙的法则的时候 他是元起法 这个规则的时候是无违法 所以是阿含经的时候呢 他有这样的说明 但是呢 阿含经里面还有一个 刚刚是离体跟现象 来分有违无违 那第二个呢 是轮回跟捏盘 当然我们都知道 有违法是生命轮回的 这个现象 因为会刚刚讲的 我们在这个人间里面的 这个生老病死过程里面 一定会造了烦恼 然后又再造业 然后呢再受苦 那除非你今天了解佛法 你要从有违 跨越到无违的时候 你还要懂得从有漏 变成无漏 那这个或他就可以怎么样 没有 然后这个业呢可能就是 善业或清净的业了 这个后面这个苦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讲说 有违法呢他在这个生命的轮回过程里面 他会不断的去获叶苦 那烦恼 当我们开始修行 我们的烦恼就会慢慢止息 就能达到涅槃 那种解脱的境地 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也不是我们一般经验所能体验到的 为什么 因为所谓一般经验是 跟着我们的生老病死 这样轮回生命的过程里面能经验 他是要超越这个有微理 以后达到的一个无微的现象 所以这个只能 这里说不是语言 就是你只能自己去体会到 当你很清凉愉快 所谓的清凉是烦恼没有 你本来很热恼 那但是你 当下你看破放下解脱的时候 你很清凉自在 那种感觉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了 你怎么描写 可能别人还是没有办法去意会你的感受 就像我们吃甜的东西说 非常甜跟淡淡的甜 这个也是自己最能了解了 那布派跟大圣活教 对于有微跟无微也有不同的观点 就我们现在看的是有布认为有微无微 就是我们看的75法 因为为什么75法里面是不是有有微法 对上礼拜看过 前面的72是有微法 后面的三个是五微法 它们是同一层次的法 都是10法 以基社论来讲 他能够把它分为75法 每一个都是10 分析到他认为最小的值数 就是我们的身心里面最小的值数 所以他没有所谓生前的关系 也不是礼跟士的关系 这是布派 刚刚讲的是阿含经 他是认为礼是无微 士是有微 那以我们现在看到有部 他认为是同一个层次 所以他放在同一张表里面 所以呢有微无微不一定是有相关交涉 但是你修行必然会从有微跨越到无微 这是过程 然后大宗部是布派活教的两个 根本的 就是我们的上座部跟大宗部 大宗部就后来的大圣活法 他对有微跟无微的解释和阿含经是一样的 认为他们就是理事的关系 无微法是这个道理法则 就是我刚刚讲 不生不灭它在哪一块 无微法这一块 那但是不生不灭它是一个常识不变 有微法它是现象是是 它会变的 就像你归纳出一个数学公式 这个公式就变成是一个恒常不变的公式 它就一直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套不同的数字进去的时候 它得出来结果会有变化 这就是有微的现象跟式 所以理事必然还是有相关交涉 这个式必然依理而成 这是我们的大众部 然后呢 理呢必然有这个式 刚刚我讲 这个体呢怎么会知道 从你的作用里面去显现 所以你现在会听 会看 这个就是你的活性在展现 只是我们的活性本质具有的时候 我们把它染污了用错了 所以这个大圣佛法认为就是 无微法是一个理 有微法是一个现象 所以它把这个是本体跟现象的关系 就像我们讲这个水跟波浪 水是波浪的本体 大海是波浪的本体 因为如果没有大海风吹 其实波浪也不会出来 但是因为呢 有大海水本来是很平静的 可是如果今天有台风天一刮风了以后 这个水就产生波浪汹涌了 所以水是波的本体 波是水的一种变化 那捏盘呢是万物的本体 就是你来到最后的空极的自性 就是我们讲的空性 它就是一个本体了 因此它是无微法 那缘起跟缘身就是现象 刚刚是分出缘起法是规则 缘身法是现象 现在是缘起跟缘身都是现象了 都是有微法 所以无论是布派或是大圣佛教的 对有微法无微法的解释 都可以说都跟阿涵经里面的有微无微 稍微有不一样 那只是我们后来大圣佛法 对这个有微无微 它能更说明的更清楚 就像我们说 我们看不到的烦恼 我们看不到的活性 但是它却有 是因为它存在于作用当中 存在于这个现象 所以现象是一个缘起 但是它的本质是空的 缘起性空 所以呢 缘起有至性空嘛 上一次有讲到 这个也要很清楚 这就是一个缘起法 接着呢 还有三种无微 稍微再说明一下 那三种无微里面呢 《记者论》里面的三种无微法呢 第一个虚空无微是 从折灭跟非折灭跨越过去的 那这个呢 虚空它没有任何的障碍性 因为它可以含容很多很多的东西啊 所以呢 没有障碍 而且它可以遍满一切处 不为万物升起的障碍 所以这个呢 其实呢 我们多了一朵云或少了一朵云 对虚空来讲都没有任何障碍 这只是用具体的现象 但是现在讲的虚空无微 它是一个超越现象 背后的法理 它是一个实体 所以 因为呢 这个法的道理 一切万物都能在这个 里面活动 不受任何障碍 就像我们讲的这个空间 有不称空间 空界是一个界限范畴 有空间的界限范畴空间 是可以看到的设法 然后显现出光跟暗 当呢 有一个乌云遮了阳光 这边就看不到太阳 就会开始乌天暗地 可能等一下就要下雨了 好 这是讲空界 但是啊 如果以虚空无微 它不是空界 它是另外一个 超越现象生灭背后的法理 好 这个法体呢 是实体 就是我刚刚讲的不生不灭的 只是它用这个 我们这空界的空间的特质来讲 它不会受到任何的障碍 它能容纳万物 所以万物可以在里面生灭 但是对这个空来讲 它是不生不灭的 好 不会被它所障碍住 那第二个折灭无微呢 这个应该我们大家都听得很清楚了 就是简责的智慧啊 就是能够呢 因为我们的简责智慧断烦 好 刚刚讲有漏嘛 那现在各位比较具体了解 什么东西会让你产生有漏呢 只要跟贪贞吃相应的 好 这个就是一定是有漏法 然后会让你气浮在上面的 那我们要尽量减少恶元 所以呢 为什么多清静道场跟善知识 会让你的修行呢 减少恶元 好 就是因为 这个我们的这个灭 要断烦恼的时候 你要会简责 什么样的因缘呢 会让你呢 继续有这个造业 所以你要会懂得 因为每一个人对参生知的 这个执着会不一样嘛 然后你对境界的 这个所欺服呢 也会有不一样 所以我们自己最清楚自己的时候 你才能做正确的选择 所以这个执本身呢 就有简责的智慧了 然后才能断烦恼 达到涅槃 所以没有烦恼系服的境界的时候 叫折灭无为 来到折灭无为代表 你的简责智慧已经 离系是个别 随系是个别 随着这个系服 你已经离开了 然后全部呢 都没有烦恼 不过呢 他这个会的特性 还是要透过文师修的过程 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我们的烦恼 要慢慢的消除 最后呢 达到涅槃 那这里的无为 就是指这个涅槃 那智慧简责虽然是有为 但是断除烦恼以后的捏盘 却是无为 所以有为无为就是说 从你从这个烦恼里面呢 离开了 可是你要离开烦恼的过程 你必然是有为法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文师修 这个过程就是有为法 你要从这个有为法 然后你才能 来到这个无为法 那非折灭呢 是毕竟爱当生 这句话呢 就究竟究竟呢 阻碍你未来生起的因缘 那究竟的意思是指什么意思 永远不会再生起啊 因为缘缺 所以永远不会再生起 所以你才能别得非折灭 你才能得到一个非折灭 如果还会生起 你就不能得到非折灭无为 无为是代表怎么样 来到一个究竟法了 对不对 那毕竟爱当生 你才能真正来到 非折灭 因为非折灭一时指 非折灭无为 好 那我们这说 缘缺所以永远不再生 这样对魔法的生起是永远阻碍了 好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事情特别执着 那你离开那个缘以外呢 你刚开始要慢慢远离那个缘 让你呢 对那个东西不会产生执着 但是一段时间的修行进化以后 你即使你下次再遇到那个缘 你已经不会被他给障碍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来到非折灭无为 对不对 无为法就是自然而然的法了 他来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你刚开始会被境界所欺负 你要用有为方式断烦恼 你尽量远离那个缘 或用守戒的方式戒定慧 但是呢 慢慢你智慧开花到一个阶段 你也认定了 那些事情对你来说是修行的障碍 垃圾跟烦恼 所以你把它丢弃了 所以你对那些烦恼来讲了 跟你是叫做没有缘了 他即使现前你也不会被他障碍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来到非折灭无为 所以呢 他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烦恼 当你的烦恼断了以后 你未来的烦恼缺乏再生了 这个因缘了 永远不再生 那这里就比喻我们的出果圣人 他断了哪三个箭 很重要 深箭 借敬其箭 一 所以我们一般人呢 就是人家呢 如果批评到我们自己 我们就会很执着 这个就是我的我箭 跟深箭有相关 你就会非常的执着 就会感觉很不舒服 或是你想要去跟他对变 那如果你这一关有过了以后 你没有深箭 再来第二个就是借敬其箭 你不会去执着说 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我才能解脱 因为解脱呢 在正箭的观念里面 哪一些是真正需要 不去做的 但是有一些是你过度的执着 产生出来的 你也要了解 你不能有借敬其箭 所以呢 这个也没有 然后对法的怀疑也没有 你才能实践的前面两个 因为这两个都是箭解 这个有深箭是邪之邪箭 这也是邪之邪箭 这两个邪之邪箭 你完全都没有 那代表你的知箭是正确了 你也没有任何怀疑 所以破掉这个 当你的出国正德以后呢 这三截一段 未来这三个箭 就不再有因缘起来了 所以通常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时候 都是往外看看别人错 但是真正的修行人 他是什么都看到是自己不对 要从自我反省起 有时候你自己不知道去造的缘 你以为是别人给你 其实是从我们内心发出来的 他的内省自己回光反照力量非常的强 所以呢 即使今天有什么不对的时候 他都会反省是不是自己不对 所以这个就在破他的深箭 他这个我箭就已经没有了 才有办法证出国 所以未来的因缘就是即使呢 今天再有怎么样的一个逆境来考验他的时候 因为他懂得谦虚向下的时候 就是低下的时候 他懂得去自我反省跟忏悔的时候 他跟这个外面的境界不起冲突 他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他的这个身见没有 所以未来他就没有因缘再升起了 这个破我直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三个节都没有就是破我直啦 那所以你即使以后呢 有人再怎么样的去讲世辉批评到自己 你都觉得那个叫做圆影 语言只是一个语言 你对他也不要太过于执着而已 未来呢他就没有因缘再升起了 他也不会再次形成你的烦恼 所以就是你要开智慧就是 当你这个智慧有开这个箭嘛 这是箭或这三个都是箭或 箭解上开通 就是某一个解打掉的时候 你有开悟了 当然我们不可能一下大悟 但是你要不断的小悟 才能累积大悟 那你这个因缘不会再起的时候 就要非折免 那有部认为这个烦恼 来讲了 这三个他认为就是十法 所以我们会把七十五法分析出来 就是这些都是实际在修行上 必须要了解的心理过程 从你的过去到现在未来都一直存在 所以我们之所以会一直受烦恼欺负 是因为我们一直跟他连结 所以我刚刚讲 你这个连结就是 有时候自己的主观意识太强了 你要超越你的主观意识 打掉你的自我的这个我持的时候 你才能真正更深层看到自己 哪一些地方需要去改进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 这个结一打掉的时候 你未来的烦恼就没有因缘再起 即使有人再继续 这个照谣言或讲什么 你对你来说 你都不会受他影响 这是因为呢 刚开始你是由折面 就是我们刚刚讲身见 接近取见跟以了解以后你的简责智慧 这个了解就是你有简责智慧 断了这个结 那这个结一旦一断了以后 你还要怎么样 再进一步更超越 非则灭为 未来这个烦恼 他又没有因缘再献起了 这个所以刚刚讲 你如果正而出国 那三个结以后都不会再起 才是真正代表你真的是见到位了 这个所以从生活里面 你可以去检验自己 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 非则灭为除了呢 断烦恼 他在我们上一次的讲义 有给同学 还有我们的范围很广的 在你没有修行的范围里面的有违法 还有很多是圆缺不深 就像你今天来这里上课 其他的地方场所 你就不在那里了 那里就对你来说 需要圆缺不深 所以这个课本的例子呢 就是我们上次补充讲义 各位也都看到 他举说 当你的眼根啊 在同一个撒那尺 做一个作用的时候很专注 其他的四个是 是没有在作用 眼睛嘛 耳朵没有在听其他声音 鼻子当然也没有闻什么味道 舌头也没有吃东西 所以有部认为五四 无法在同一个撒那同时作用 这当下呢 不深的耳 因为眼以外的耳等四个是 现前撒那的是圆缺不深 过后呢 在未来也不会再深 因为那个境界就过去了 那个之前的境界 已经叫做圆缺不深 那未来的当然有可能 因为未来的 深的事呢 已不是现前的这个撒那了 所以这个撒那的耳等四个是 就成为圆缺不深了 就非怎么样 所以他讲的还有两个 第二个范围就是 除了断烦恼以外 还有一些 在人生的有为过程 你若选择来上课这条路 其他你去玩啊 去别的地方 拜访亲友这一些呢 就对你来说是圆缺不深 因为你不在那现场 所以他有两个范围 那我们这里特别讲的 当然是指修行这一个部分 不过呢修行到后来 他有超越到自然而然的根源呢 即使这个二元现前对你来说 你也可以达到非则灭无为 他不会影响你 就是要来到更超越的境界了 无为法里面更超越境界 那在据色论里面呢 有违法一共就是 我们等上礼拜呢 特别已经开始进入我们的 76页 倒数二行这里 有违法 一共有五种不同的称谓 除了有违法 除了有违法以外 还有释路 言依有离有释 就是说 当你在其他的 这个论里面或经里面 看到释路两个字 你要知道他在讲有违法 你看到言依也是在讲有违法 看到有离有释 都是指有违法 那释路的范文的意思就是说 这有两个 释是指我们时间有三释的 过去现在未来 就是代表时间的过程 好 路是一个过程 所以他的路跟时间的双重意义 玄奘大师就很巧妙 去翻译这个范文这个意思的时候呢 他知道说里头含有什么 时间的变化千流 那时间的变化千流里面 最容易看到就是 我们上礼拜有介绍一些了 是无常 所以无常我们通常都把它想成不好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中了乐透的时候呢 一百亿给你的时候 或一亿的时候呢 这也是一个无常 你本来是一个贫穷的人 忽然一夕之间辩护 可是我们听到无常就觉得不好 其实这是无常里面含有好跟不好 就是说人不一定永远贫穷 他有可能有什么样一个翻转的机会 或者他中了奖 所以呢 我们自己呢就是要再介绍一下 有一个阿罗汉呢 过去在阿罕经很多很多的修行人 他光修无常法就可以震得阿罗汉了 那有一个人呢 他就非常用功 他就闭关两天 他就不断的去关这个生灭生灭 我们关到的生灭可能 看不到的是 因为我们的现象界的东西好像没有变化 他关到的很深的这个现象里面的物质 里面的不断的生灭生灭 这样他就关到后来他就震得这个阿罗汉 那我们这四呢是时间的变化 路呢是过程 合起来就是时间变化推移的一个过程 所以释路依据色论的解释是无常变化的意思啊 一切要随着时间的推移 所以我们上次呢 记得我是讲到77月里面的第四行释路嘛 好 你看他释他解三释 就是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 好 路的是法 不过呢 你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你要知道 我们在第四行释路 释是三释 路是法 释所依固 就是呢 我们的路是一个法 刚刚讲介绍法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诡则 或是呢 一个法则 那就是呢 这个时间所依的诡则叫做释路 那时间所依的诡则就是会看到什么 无常 在时间的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无常 过去法呢 是这个时间已完成了 现在法释 释就是时间 时间正在进行 现在在上继色论 未来法就是时间 即将要行 当行就是即将要 达到的 这个时间的过程 即将要到的意思 叫当行 好 故有为法释呢 三释路 释之路故 叫做释路 好 然后呢 因为呢 这个路呢 是有所依啊 依这个时间啊 我们人生所走的路 就像是在这个时间上呢 一支呢 进行当中 好 我们就是走在这样的一个路上 三世的法上面 好 那如果你今天读金刚经有所悟 金刚经讲什么 三星聊不可得嘛 过去星不可得 过去已经过去 现在星也不可得 为什么 萨拉萨拉生灭的当下 你抓不到一个现在啊 未来星也不可得 未来也一支 还没到 你也 还没进行到 所以呢 这个 我们人虽然走在这个释路上 但是如果你读了佛经 你了解 好 你就知道 我们的星萨拉萨拉生灭 它也是一个无常 好 然后呢 在这无常的生灭的星里面呢 其实后面还有一个不生 不灭的 那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的活性啊 所以你的活性是不会变的 它是一直在的 只是呢 我们轮回迷思忘记了 所以要从生灭再看到不生灭 那这个就是 先讲的是讲这个释路 它是叫 也叫此业释 再下一个 我们的第二十六 第六行 又解释这个有违法是可以破坏的 叫做是 为什么 因为要随着时间变化 刚刚讲有违法是什么 生灭啊 生灭都是会被破坏掉的 那无常呢 它就怎么样 就在这一个 呃 我们的时间里面 产生作用 你怎么会知道无常 因为 呃 你看到一个人 他从年轻到老 这个过程里面 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人生的逆境 这也是一种无常 还有呢 他可能 呃 在你的眼前呢 消失了 呼吸断气了 所以呢 这个无常所依的是 依这个时间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好 路 这个过程 好 四就是路 所以呢 无常 也就是 这个我们人生经历的一个过程 这个叫慈夜市 两个相等的叫慈夜市 好 那下面呢 原回法师有把它解释两个 或为无常所吞死 就是这个有违法呢 呃 它是无常 生灭的无常的时候 它就是在这里面呢 呃 我们看到的生住一面 这本身就是一个无常 就在里头 呃 我们看到了 呃 所以吞死就是 呃 呃 会从无常里面看到 这个有违法 好 解约有违呢 被无常的 呃 呃 呃 这个千 千流变化 所以无常能够吞死 好 千流变化 这个变化怎么知道呢 因为变化了 是从无常 从好变不好 从不好变好 好 就是因为 呃 呃 呃 有违法从 在这个无常里面的变化里面 我们看到了 他有变化 所以说 是为无常所吞死啊 好 这是他要说明的 好 那我们等一下呢 再继续 好 那刚刚讲到无常 因为 我一看无常很长 欸 要要介绍到完 有一点时间 但是 呃 我们可能等一下先把 有违法这个宋句讲一下 然后有时间再介绍 好了 那这边讲到 无常变化的意思 是随着时间 推移改变而改变啊 就符合有违法嘛 因为我们现在介绍有违法的呃 名称里面有一个释路 然后他的体是哪一个 就是 射等 好 射等 有哪一些 射受想行事 这五运 这五运 体 就是有违法 射等者呢 呃 相等于有受想行事 在我们的七十七月第三行 七十七月第三行讲说 这个有违法里面呢 他的体是 呃 五运 因为五运有有漏跟无漏吧 各位应该清楚 无漏的是什么 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 那个私交法身 如果你证得无违法的时候 你的无漏五运法身就会出来 可是如果你不是的时候 你还是在有漏 我们现在介绍的是 呃 有违法的体 有违法本身呢 他有可能 呃 就是可以修到无漏 可是他还没修到无漏以前 他是有漏 他的呃 呃 有违法里面的 包括 能设一切有违法 是有漏的无运 不是无漏的无运 为了了 呃 呃别呢 这个戒的时候 他这里 呃 没有写出来 他只写了 这个 那我们另外在那个 上次有 有跟同学讲说 因为呢 另外一个本子 这个 这个文字有看到论曰吗 我们 课本的这个试曰 从我们76页最后 那个是 违法师对我们这个颂句的解释 这个红的就是我们的颂句 然后论曰是 聚色论世青对这个颂句的解释 是黑色这些文字 比较颜色深一点的 然后呢 解释这个 所以两个你可以对照看 解释这个是远徽法师的解释 那里面呢 他就有对色等五运 就是刚开始色运 一直到世运 这样的五 五个部分呢 他是 含色的有违法 聚色有违 那因为呢 有违就是一定要 众缘相聚集才 共同造作嘛 好我们刚刚讲 众缘合合造作 所以要上一个课程 开一个课 都是要众缘合合的造作 无有少法 没有办法少一个缘 一个缘 少掉都没有办法 一缘 也没有办法说只有一个缘 所以上帝说他创造万物 他一个人可以创造万物 可能吗 这个就不是 所以如果以有违法来讲的话 跟我们的众缘合合 他这个就不 所以是比类故未来无妨 好这个就是 我们诵句里面的解释里面的 第77页有一个人问问说 过去跟现在的众缘造作的话 也可以叫有违啊 未来的话呢 还没有造 为什么也可以叫有违 他是说过去跟现在众缘造作 当然叫做有违 可是未来还没有完成 怎么会叫做有违 那这个是我们 试清论诗的解释 是比类故未来无妨 就是跟我们的过去跟现在是类似的 未来也跟他类似 所以未来不会有任何的妨碍 未来也是一样是这样子的 要众缘合合造作 就像我们课本举例嘛 牛奶跟这个烧柴的木啊 所以在这个问题的隔壁行回答 在77页第二行说 是比过现造作类过去 现在他们的众缘合合的造作是相同的 所以未来也涵瓜在有违法里面 就像牛奶 你还没喝 还没给小孩子喝以前 他还没泡以前 他就浇牛奶 那喝的也浇牛奶 饮而乳食 他浇牛奶 还没喝以前也是 可能他吃的是鲜奶 那还没喝以前 或者是在那个牛身上 还没挤出来 也浇牛奶 饮的类似 所以饮的这个饮料的内容呢 是相同的 流泪是相等的 同一类的东西啊 就像那个烧的这个木材 未烧跟烧都一样 所以呢他这个就是 体里面呢 他意思说 这个部分 一定是要众缘合合 那我们的五蕴和合生也是啊 你没有五蕴和合生 你没有办法来到人间嘛 你的四蕴一定要寄托在 色蕴、受蕴、想蕴、行蕴 你的四蕴才会产生作用 所以里头呢 只要有色蕴、想蕴、行蕴 你的生老病死 这些也都会隐藏在里面 叫孕季集 所以有违法有很多很多的忧患 隐藏在里头 只要有因缘 他就会产生作用 就活药起来了 所以我们会生病啊 如果今天风寒进来太多 你就会感冒啊 所以只要有缘进来 你就会产生作用 有违法就是隐藏很多的忧患在里面 就是我们的色等于五蕴 他就是有违法的体 那只要其中有一个缘进来 他就会产生变化 所以盗贼会潜伏在山中 就像我们身体里面的地水火蜂 他呢只要有一个违作不顺畅 你就会开始身体有问题了 他意思说 他就有一些隐藏的这个忧患在里面 好 这个色等五蕴 他是有违法的体 好 那所以呢这边他下面的 这个是原文的论里面的原文 他其实你两个可以比照看 你就看到 他就把这个原文呢再多加解释 事录就我们刚刚看过 已经呢进行过的 正在进行跟未来将进行的性质 这是过去现在未来 事录有这三个性质在 或为无常所吞食 好他这边有解释 而且他写说论云或为无常所吞食 各位有看到在我们七十七月的二四六 第七行论云 所以呢他的论云就是据色论里面 士卿对这个送句在座解释里面 有讲到这一句话 或为无常所吞食 这一句话在这里 这一句呢我们的课本在第七行论云 他觉得这一句话比较重要的时候 有位法师在我们前面续品的时候 他有讲说他对于后面整个书呢 的介绍呢有大致提到 如果论里面比较重要的句子 他会把它引出来然后再做解释 他的解释写在哪里解云 对在第七行的论云的下面还有一个解云 他的解释说有违被无常所迁移 因为所谓迁移就是本来你好好的 可是他会变化 或是本来你不好但是你变好 被无常让他牵动产生变化 那无常他就会把这个不好的 假设原来不好的吞食掉了 或是好的事情吞食掉了 所以有可能你走在路上本来好好 忽然间跌倒忽然间有大树倒下来 这就是无常把这个好的现象给吞食掉了 变成不好的现象出现了 所以很多人忽然间骑车骑车 在这个树航道里面忽然间路旁的树呢 就倒下来了都有 这是由无常所吞食啊 好的跟坏的都会有所产生变化 好这个无常的地方呢 我就介绍一个例子好了 前面有时间在一个 这个有一个年轻人他体验人生 所以他决定到外面世界去看看 走到邻村刚好遇到他的朋友 这实际的经验大家可能 他跟看到他的朋友还有他有一个怀孕的妻子 在他们邀请下他就暂时住在他家里 哪里知道这个友人因为外出工作 意外身亡 他可能在那边住一段时 结果他过程就是出外工作的时候身亡 他的妻子痛不欲生 伤心欲绝 但是因为过度伤心动了胎气 使得这个婴儿就着产了 那到底是喜还是伤事呢 因为有人说生小孩也是喜事啊 就喜事伤事同时都发生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无常 所以一生一死 让这个年轻人体验到人生的变化 那无常让人死也让人出生 所以这个就是说变化的意思 其实无常不要把它想成不好 而是一个变化的字眼 刚刚他这里讲到嘛 有为为被无常所迁啊 迁就是变化 所谓吞食就是让它产生不同 把这个好的吞食掉 把不好的吞食掉都算是一个吞食 让它变化了 让它消失 所以呢 让人痛苦也让人产生快乐 所以我们都不要认为无常是不好 那这一刻呢 他不知道无常是好还是不好 因为他还没有了解活法 那处理朋友伤事以后 他就继续往前走 到别的地方 走进城里 他就看到一对兄弟 然后呢 哥哥走在前面一脸得意的 跟着弟弟 然后后面的一脸 走在前面的哥哥一脸得意 然后跟着后面的弟弟呢 一脸落寞 他看到这一幕就心里偷笑 决定了看看他们两个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就来观察人生百态 经过数十年呢 这个年轻人变成中年人 然后他再度遇到那一对兄弟了 情况大为改观 所以我们就是要无常吞食这个现象 所以得意的哥哥呢 因为懈怠失败 失忆的弟弟因为勤奋而成功 所以我们人会改变也是因为你自己啊 你自己不勤劳那就没办法 你自己要懒惰 那当然一定注定要失败 这个就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看到一成一败 让这个年轻人感到人生的转变 无常让人成功也让人失败 所以无常给人希望 也给人失望 希望跟失望 那这个时候他不知道无常是好是坏 但时间呢 随着岁月的消失呢 中年人也变老头子了 想一想该落叶归根了 他就回乡去了 这样的一来一环 之间让他呢感受到人生的无奈 无常让人年轻也让人衰老 所以无常给人明天也会带走未来 这个时候呢他呢不知道他是善还是恶 所以无常呢如果你看了 因为他不知道是他没有了解活法嘛 所以无常他本身就不是好或坏 他只是一个法界的真理自然现象 你了解他就是一定会在这个时间迁流过程里面产生出来 只是活法呢把它归纳出这个真理 诸行无常第一条就在这里 所以他没有好坏 没有善恶 没有胜利 没有对待 他无常就是人生的真实现象 那当他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办 就是只是了解 这就是一个自然法则 所以无我是生命真实的作用 无常是人生真实的现象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超越无常 你一定就是在这个诡则里面 没有办法离开这个诡则 所以呢所有事情叫做众缘合合 但是他也有一天是无常视线的时候 你就是要去了解 这就是一个法界的真理 所以没有我是因为没有办法去你掌控的 没有办法主宰 能主宰就是你能够修行控制你的心而已 所以我们说最勇的这个战士呢 就是能够战胜自己啊 战胜别人没有什么 战胜不了自己的话 你就要随夜流转 那无我是生命的真实作用啊 所以无生是诸法真实的体性 所以诸形无常再来第二个是要诸法无我 诸形无常诸法无我 来到捏盘寂静的是什么 无生不生不灭了 诸法真实的体性 从前面的无常跟无我里面 他就可以结合出 你没有办法去掌控一切 你只能呢 随顺这个法界的真理了 没有一个主宰性 独立性 因为我是纵缘合合啊 你如果没有刚刚这个 色等五韵的因缘合合 你也没有办法产生 但是这个我是叫做有违法 他在因缘的变化当中 他会有无常 所以这个也没有一个我 没有主宰性 没有独立性 所以呢 当你了解前面这两个 人生的真实现象跟生命真实的作用 那你就会看到诸法实相 诸法实相就是这一个 诸法真实的体性是不生的 不生不灭 如果你能契入这样的无常大门 刚刚讲连无常都可以证悟 是因为从无常他就会看到无我 从无我跟无常你就会了解到无生 所以我们的三法印就在这里 他就会展现出来 那你可以领悟到无常的真相 是否会应用无常法门 在生活当中修行 万事皆原起生灭的假象 所以我们说要大家不执着放下看破的时候 如果你认识这一条认识的非常透彻 我想你的看破放下是一定做得到的 除非你不了解那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万事都是原生原灭的假象 难道我们不能深刻的体察 还要执着无我的身心 还有呢一些呢 因为我有一个身见 那我所就出来 这个是跟我有关的 我所的部分 所以总而言之呢 你能够正观无常 你的心就不执着了 你能够正观无常 你的心也不会被这个幻影幻象给变化 因为既然是无常 它就会在变化嘛 既然是变化的东西是真实的吗 生灭变化就是有为的 好 那你能够正观无常 你的心就会怎么样 放下 这个习言就可以放下 你可以正观无常 你的心就会离遇 你可以正观无常 你的心就可以离苦 好 所以可以写很多啦 正观无常 你的心就无我 正观无常 你的心就无身 正观无常 你的心就会平等了 好 你的心也会清静 那当然就没有问题 可以解脱啊 那解脱就可以自在了 所以呢 无常呢 其实慢慢呢 你可以从你的生活 跟很多很多的人生历练里面去做观察 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有为法了 它这个世路啊 就会升观以后呢 你当然 你的对法的了解就是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地方 这是世青论师所写的 它为什么会 在有为法特别讲到无常这一块 是有它的特别的意义 然后接着呢下面 颜一 颜一 再介绍一个 颜一在我们的 第八行 颜是颜语 声是 因为你要表达出这个语言 你要有声音嘛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人的语言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语言会有所变化 但是呢它可以代表某一个意义 但是呢它可以代表某一个意义 意思意义里面 所以句是包含了某一些意义 所以当我讲说这个粉笔的时候呢 那它的意义就是能够写嘛 可以在这个黑板上写字 所以有粉笔跟它的意义呢相应 所以明具意义 这个名称呢它相等有一些意思 这个意思里面包括就是有为法 在有为法里面它一定会有一个概念 让你知道这是粉笔 这是白板笔 这是毛笔 不同的名称 它有一个相等的意义 就是包含它某一些呢 意义在里面 就是它能够写在白板还是写在黑板 还是写在那个毛边纸上面 所以跟意义相应 言一呢就是说 它是呢 语言所指涉的对象 那有为法它必然都一定有一个概念 语言让你去了解 此言所依 就是明具意 那言具意呢 是取有为的意思 它所诠释的内涵 这个意义 跟能权的名 就是能够去诠释这个的名 跟这个所诠释的内涵呢 意义呢 是相等的 此所权的意义 能权的名呢 它都两个呢 落在这个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明具意 明跟意呢 一个是能权 一个是所权 好 明呢它是能 然后呢 它要代表某一些意义 说这个东西代表有什么样的功能 所以呢 它们都堕入在三世里面 所以叫明具意 所以明具意呢 它的意思还是落在整个有为法里面嘛 好 因为呢 它必须要讲到是现象界我们看到的东西 那些东西它必然有什么样 生住意面 东西它会 呃 产生出来 然后呢 现在有AI AI这个名称 生出来 然后呢 它会在人间呢 一段时间 然后当新的出现的时候 它就变化了 然后就 换其他东西 来取代它 所以这都是有为 那无为呢 虽然也是 呃 意义 代表某一些意义 但是它没有落在三世 它就超越时间空间了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有为法的部分的时间呢 它是一定是落在这个 好 这一讲 它一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而改变 叫有为法 好 所以有为法 这个名称呢 古人讲的那个文言文 我们现在就不太读得懂 因为它的语言的概念呢 在当时候 大家使用 现在人用白话文 那现在的小孩子又有 新的语言概念 如果你没有跟小朋友在一起 他们讲的那些语言 好 火星文啊什么 那些我们也不知道它在讲什么 所以语言概念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嘛 所以它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而改变 这一个就叫做有为法 如果呢 我们现在无为虽然它也讲 某一些语理 寒刮了某一些 但是它不落入三四时间的里面的时候 它不明俱意 不是明俱意啊 就是它就不是言一了 所以言一特别讲的是有为法 不落三四不明俱意 所以要随着时间改变 语言也会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 我们现在用的语言跟以前人不一样 那现在新一代人类用的语言 又开始产生出很多很多 跟我们以前用的语言概念不一样 所以会讲说什么粉丝粉丝的意思又特别有 代表说特别的意思 以前的人也不知道粉丝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语言 也是代表一种有为法 所以第二个名称交言一是有为法 我们先看到这里先进去 刚刚讲到的有为法里面的体式 色等五蕴 因为它会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的都是有为法 它会随着时间生灭变化的 所以色等五蕴是啊 你生出来的时候慢慢长大 长大以后随着年纪大了 又开始五蕴就是我们的五蕴生呢 就开始衰败了 所以试录也是啊 他这个时间 试是时间 只要是在时间的范围里面的时候呢 都会改变的是部分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无常 那语言也是啊 随着人类的时间空间呢 它也会不断的变化 所以这个语言一也是有为法 那我们刚刚看过的部分呢 就是稍微再把它呼吸 这个五个部分呢 蕴呢是指一种聚集的意思啊 那我们把它像我们房间里面有放鞋子的鞋柜 衣服的衣柜 或是放这个帽子的 所以它把它分为五类 那这五类里面呢 它是很多性质相近的叫做蕴 作用也相似的为一类 但是这些蕴的东西它都会怎么样 浅尝的一些祸患啊 因为只要有缘来 它就会产生一些呢 烦恼 就像盗贼潜伏在山中 所以它有 这个蕴本身聚集里面 还有潜伏很多的 我们的烦恼 所以呢我们的 有肉的五蕴要改成什么 无肉的五蕴的时候 就是透过你的修行变成 无为法耳 那个时候就是你的法生耳 好 那这个四路刚刚看过 它也是随着时间 在改变的 推移 的过程 那就是无常 所以无常 为它的所一 等于说 四路是为无常的所一 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 变化的过程 无常它就会展现出来嘛 好 所以它也是有为法 它不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才叫做无为 好 所以只要是随着时间改变 改变的都叫做有为法 那所以我们刚刚这个 嗯 无常的地方呢 我再补充一个地方 只要这个符合 本来 必然 普遍 永恒 这四个条件的都是真理 那你觉得无常有没有符合这四个条件 好 那必然会有出现 因为它会变化 变化就是一个无常 它普遍性都存在 人类每一个人都有遭受无常吧 好 没有人不遭受无常 它是一直都存在叫永恒性啊 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你要问这个是不是真理 你就把这四个条件拿出来 我们再检查一下 如果它是本来性 必然性 普遍性 永恒性 那必然是真理 它就是不变的真理了 它不会随着时间空间而改变 那它是不是有为法 它就不是了 只要是真理 它是无为法 因为它 我们刚刚看到有为法 它是会随着时间变化 但是这一个 不会随着时间变化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三法印的时候 它必然性 本来性 普遍性 永恒性都有 所以它就是符合以上这四个条件 而且可以去证明 在人生的过程 你可以去 从很多的地方去检查 当你会正观 第一个无常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慢慢的了解无我 然后你就可以正的捏盘 因为从无常里面有四个条件 你也可以看到无我 然后因为有无常跟无我这两个法则 你必然就可以知道 不生不灭的 所以这个是佛陀那个时候 在我们的阿含经里面 教导这个地址修行 若比丘于空入处呢 空入地 他们在这个灵间行禅跟打坐 若灵宿间善正施 我们刚刚请各位要正观无常 正观就是你要正思维 你不能用互面的来看这个无常 我们刚刚讲无常是真理 它有四个法则 所以你要用真理的方向去观察 你如果跟刚刚那个年轻人一样 他不知道是好是坏 到底是什么情形 那个代表他还没有看透 他是一个真理 我们的正观是你要看到 这个真理实相的这一块 如果你能够观色无常受想 行事无常 那我们的有为法就是 你没有正观的时候 你的色等五运 你还是在时间因缘的变化 你才能断了欲爱色爱无色爱 这三界嘛 欲界色界无色界 你不会粘连在哪一界 因为你如果还有一个 色受想行事的时候 不管你今天在色界无色界 无色界虽然没有色法 可是他这个受想行事的运作还在 他会有贪爱 他的禅定啊 执着他呢 可以入定很久 这个都还会掉入 慢跟无明里面 还有掉去 心还是会有在那边 妄念 所以呢 无常想能够建立无我 圣地只住无我观的话 心理我慢 因为没有我你就不会有慢嘛 然后你就胜得涅槃 正观 所以这句话一定要记得是正观 不是呢 用世间人的眼观来看无常 这个都还不是 我们能断烦恼的 观察三法印 你才可以断三毒 然后不会再执着三界 因为无常可以建立无我的正界 你就可以远离 你就可以远离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你能够断我见我爱我慢我吃 你就可以正到阿罗汉 世果阿罗汉 一定要断慢吃爱见都要断 他才能正得涅槃极净 所以涅槃不是死亡 而是灭度 灭度的意思说 你的贪嗔痴不会再生起来了 你达到的不生不灭是你 在这个无我跟无常的法则里面 你看到一个真理实相 然后这个真理实相 它是永恒一直存在 所以它不会生灭 没有生灭 不生不灭的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什么样 是达到没有生灭 就是击灭了 因为灭除诸烦恼 所以你的心就激净了 是清凉的 是清净的 所以涅槃金跟杂涅金 这个对涅槃的解释呢 有提到这样子 贪欲永静 称慧永静 愚痴永年 一切诸烦恼永静 所以涅槃是超越生死 勿入无生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我们要了解 为什么这个三法印 涅槃极净就是达到这样子的 要从无常无我 然后最后你可以证得无生 这个就是我们从无常了也可以一门深入 所以门门能通 就是有一句俗话是《红楼梦》里面讲 任凭落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而饮 如果你这一瓢都不饮的话 那怎么有办法解渴 所以一个法门也可以解脱 是要看你怎么样去升官它 所以认识这么多法门 你就是要实际去修官 或是呢把这个法门实际呢 落实到你的生命 这样你才能真正了解 活头为什么要讲三法印 一开始先讲三法印的原因嘛 好 那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无生这个地方了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无为法 无为法有生灭吗 请问 有违法有生灭有时间 无为法它就没有生灭 没有时间空间了 所以呢 我们之前呢 补充讲义有虚空无为 其实呢 这三个无为它本身呢 无为法它一定具有这三个特色 第一个 因为我们刚刚讲 有为法是色等五运 它是一个有为法的体 无为法它就非色非星 因为呢 我们的色受想形式 就是色星二法 受想形式是星法 色运是色法 它不是色运也不是星法 所以呢 这个色法的部分就是我们 色身相畏处法 法的部分就有到了我们的星了 这六成的境界 那禅宗有一句话说 密集之君不可见 不离当处常占然 是说你要找这个呢 你的真心 这个君啊 是我们的真如本性 你找得到吗 你想要找出这种无为的境界 所以密集之君不可见 你用眼睛去看耳朵去听 你找不到啊 它就是看不到啊 但是它却存在啊 所以佛法难在哪里 就在找这个真正的 我们的真如本性 它不是色法 也不是你的见闻觉知 所能攀原的境界 你的见闻觉知 不能够达到这样的低地的境界 不可以 所以叫做密集之君不可见 你特别用你的六根六成去攀它 就没有办法 但是它也不是断灭 就是不是说 你把你的六根六成的作用停止下来 你就没有欲望 不会 因为你心的贪生痴还在运作 所以有的人修行修错 那我就眼睛不看耳朵不听 鼻子不闻舌头不吃东西 你就没有欲望吗 不是 这个欲望是来自于我们与生俱有的贪生痴 所以它也不是断灭的方式去修行 而是要你直接用心地法门 你要看到无常跟我 所以不离当处常占然 不管你今天是凡夫还是圣人 这个无为法都存在 所谓无为法就是不生 不生不灭这一块 每一个人都具有活性 每一个人都有 只是我们不知道 所以障然是说它很光明很明显的现前 它不是色法 不是见闻觉知能够明了 也不是心法 因为为什么 当你的心还没有离开 这个我们的过去的贪生痴的种子的时候 好 这些你都还不是真正来到这个赞然光明的真如 这也不是巴士心王以及他相应的心所 心所里面有善有恶 巴士心王跟他的心所有能所 无为法的境界是没有能所 也超越能跟所了 所以这个 因为有提到有为法相对 为什么要讲无为法 就是有一个我们相对的无为存在 那我们要修到那里 我们要了解有为法 对 才知道你是要怎么修行 所以这个无为法的第一个特色是非色非心 那我们的有为法的体 刚好就是色等五蕴 两个刚好就不一样 第二个呢 如果你修到无为法的话 你可以远离障碍 凡夫的色心诸法有三个障碍 第一个呢 烦恼障 第二个业障 第三个暴障 所以我们在五卓二世都有一个叫见着 我们的五卓二世的染污呢 就会让你的邪知邪见一直增长 所以你要来学习佛法就是转熟处的东西把它转掉 转身为熟 转熟为身 把那个我们的贪真痴太熟了 你要把它转掉 转成呢慢慢远离 然后把你呢不熟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无为法或智慧 你要把这个身的转熟 那慢慢呢 你这个烦恼障业障暴障就会减轻 所以烦恼活动的时候 你的烦躁扰动会让你身心被脑害 所以这是一个障碍 这是第一个烦恼 烦恼来自于其实就是我们的种子 我们的过去生的贪真痴种子 第二个业障就是 造的业 醉业太重的时候 这个业力也会障碍 所以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可能有障碍 所以向神志把你吸附 让你不能自有 第三个呢 所以业障要减轻的时候就要怎么样 过去不知道造的你就要多拜忏或忏悔 慢慢你的业会比较轻 修行会比较没有障碍 第三个呢 暴障就是我们这个 来当人都是一个果暴体 也是一个障碍 所以在三界里面是有一个果暴体 我们在这个当人呢 已经是很好可以还听闻活法 但是还是要受生老病死的 这些过程 所以当生病的时候就会痛苦 就一定要去看医生 在无为的境界里面 他就没有这三个障碍了 因为他可以怎么样 超越在这个设法跟性化 刚刚第一个非设法非性化 他可以超越 然后呢 他就不受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了 因为我们的活性是什么 有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吗 没有 近未来既都有 过去就有 近未来既都有 只是大家不知道 你要把它找出来 所以他不受我们的生老病死 跟设法心法的障碍 好 所以这个他就可以远离障碍了 没有烦恼 没有业力也没有果暴 第三个呢 他无可照做 他是没有照做的相貌 不照善也不照恶 只是说 他这是中道 好 所以这个无为法呢 先看一下就是有这三个特色 好 就做一个总而言之的来讲 他就是一个总相是这样子来看 好 离诸障碍非设非心 无可照做 所以这个 因为下面这个他是要把无为加上虚空 那我就先看到这里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有违法的时候 要相对呢 他为了不要讲无 无违法的时候 他先要跟你介绍有违法 所以你要了解 有违跟无违之间的差异 所以我稍微做这样子一个比对 好 那我们接着看一下77页的第10 应该来到我们的 从后面算过来 第6行 第7行下面 有离 离是永远离 是捏盘 好 一切有违法 他都要 离开这一些呢 最有离就是进入我们修行嘛 你开始远离这些有漏 然后就是有离的话就是指什么意思 捏盘 刚刚我也介绍过捏盘 捏盘本身就可以不生不灭的无为法 所以呢 他就是永远离开有漏 好 所以有离 好 有离开这个有漏的部分呢 他就是捏盘 好 所以用有违法可以 达到呢 有离 就是我们的什么 道地 有离 一切有法 有比离 好 他就是 呃 用 可以用修行的 刚刚看到的 这些修行的方法 正观无常 然后无我 然后来到呢 呃 捏盘几境 这样子有离 就是 我们要用 呃 有违的方式 好 然后离开呢 有漏 那就是能够达到捏盘几境 所以一切有违呢 有比离 他要 呃 在有违里面 我们要离开 好 这个 所有的 刚刚 看到的障碍 还有呢 呃 呃 无违法要 呃 呃 没有这个造作 所以呢 呃 有违呢 他还会呢 要想方法 怎么样 离开 呃 这个障碍 在离开这个摄心恶法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 好 我这边呃 言一是指 这个语言之所依的意思是 语言所指涉的对象 语言所依的是有违法 呃 你的生活里面所见的事物对象都是有名称 所以名称它会跟着时间改变 物是名相之所依 它是生灭变化无常的呃 呃有违法 好 那有离的话是要舍离烦恼 以有违法修行才能永离烦恼 所以修行不可能进入无违法 齁 不可能 因为你一定是要有一个次第 可以寻细监禁 不可能一下子进入无违法 所以 有违法里面为什么有有离 就是要透过有违法来修行 然后离开烦恼 好 所以有离是指呢 如果你 呃 用有违法的话 你就会达到涅槃 好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呃 我们看一下 所以它这里有离说 呃 写说一切有违有彼离故 就是离开呢 呃 这一个 嗯 烦恼 永远离开烦恼 所以就能够有涅槃 那这个是有财 啊 如有财者 名为有财 好下面呢 这个是另外讲的 有离的下面那个是 像有钱的人 我们叫他叫有财 有士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士呢 就是有因 那有体啊 他的士就是说 会产生一个士情出来 一定是有因 那因就是他的体 所以士呢 是因译 有违是因为有这个 呃 因缘造作 我们刚刚看到有违的 就是有因缘造作变化 所以这个士本身指因 就是有因缘造作变化的 这个我们叫做有违 好 好 所以这个名称 就是他一个一个解释 由因缘造作变化变化的交友 这个应该在我们前面我也稍微介绍 好 依因果而成立的法 有生灭变化 不论精神物质 宇宙现象都包括在这个里面 好 在宇宙的现象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 呃这个 呃无常他其实就是 包括在这个有违法里面看到的现象 包括在里面 那可是你却可以利用无常 这个有违的生灭变化了 看到无我 看到涅槃寂静 所以他会产生有离嘛 所以有违无违他是网络 呃整个我们呃修行里面的迷思 或是呃开悟或是染灼或是清净的一切法 好 所以五位呢 会是成为整个呃 呃活教里面一个呢 法相的很重要的一个体系 好 宇宙万有概括都在里面 来做分解说明 好 这个就刚刚那一张我自己把它变 那无违的话呢 他就没有生灭变化 自然跟人类组成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你却可以透过修行体悟呢 来到无违法 好 所以他这里呢 就是人类的要素都在七十二法 只有这三个无违法确实是人类 你真的要解脱的时候必须要了解的 好 虽然他不是组成人类要素 却是修行者的目标 所以我会对他多介绍是因为 你这边了解以后 这三个气势业这三颂很重要 因为要盖过整个修设论里面的纲领 你了解以后我们再介绍的时候 你才不会讲说 为什么一直讲这些明相法相很繁琐 其实他的目的要让你了解这个 有违是哪一些 那你才能从这个有违里面跨越到无违啊 因为你对这个人类的组成要素跟这个直数 你不了解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跨越到无违法呢 好 所以这个都是前后有相关 所以阿比达摩佛教的分类 就是世间出世间的诸法类别性质 还有他的这个互相之间的关系 是阿比达摩佛教很重要的基础性的论题啊 所以对于这个诸法的体性 他会有这样的一些分类 就是有肉无肉有为无为 来加以分别 让我们对于这些诸法的性质更加的了解 好 这个下面 好 所以这个有肉无肉是从主观的伦理角度来分别 好 我们觉得这个会造成烦恼 因为每一个人对你的烦恼是有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也是主观是你要产生烦恼 好 有的人对这件事情他不执着 有的对这个特别执着 所以他有主观跟伦理的角度 那有为跟无为就从客观的整个法界的现象 有情无情这些都可以看 所以他比较重的是哲学角度 所以我们看到有肉无肉跟有为无为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他在分析上有这样的两个差异性 所以他需要这样去分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一个76页这个诵句 他是在客观的哲学角度 所以他会比较属于外在现象 你会看到事入言依有离有适 好 这些都是我们因缘造作变化的现象里面 好 那如果跟你密切修行有关的 当然就是有肉无肉啦 对这个你的心去产生的贪真痴 会每一个人不一样 所以这个肉呢 这个上次有讲 嗯嗯嗯 好 我们在苦地跟极地才会随顺增长嘛 刚刚讲 好 同样这个时间空间你要选择 有肉还是无肉呢 会随顺增长你的贪真痴 还是会熄灭你的贪真痴 就不一样了 那你多增长你的贪真痴 你的烦恼就会比较多 那你多机会呢熄灭贪真痴 你的那个智慧跟善根就会增长 好 所以这边呢 这个微呢本身就有因缘造作变化 一切因缘处在互相联系里面的 反之就是其他的部分是无微了 好 这个因为我们上次也介绍过很多了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今天看一下 还有多少时间 三十五分 这一章呢就是我们刚刚看过这个 是世青论诗写的 那你可以跟我们的 元徽法师的文字呢稍微比对一下 好 大概重要的部分他都会写出来 你看这边 如是言依是 巨色 这里的言所依的 所指色都是一切有为的诸法 好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是 等于说有为诸法包括哪一些 好 下面呢他有讲到十八戒 这里他更明显就是我们的运触界 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就是违背了品类族论所说的 好 就是他因为他的内容会从我们的一生六族嘛 好 所以最早的一生六族里面的内容是 基色论所依循的 所以他这个如果 不是这样的内容就会跟这个品类族论不一样 那比说言依十八戒寒瓜 或名有离 好 就是永远离开法 这也跟我们的这个元徽法师写的一样 一切有为呢有比离故 所以呢叫做有离 然后呢要从有为去慢慢修行解脱 或名有识 因为呢有原因 因缘造作才会产生这个有为 所以有识是这样子 那大毗菩萨论的论师都是这样说 如是等类 所以他把这个我们的品类族论 还有大毗菩萨论里面的内容 都把它融进来这一段 是有为法的差别重明 于此所说有为法 就是还有这些不同的名称 来说明 所以这边呢再看一次 用更白话来讲 言依是语言所依赖所指涉的对象 那就是我们 语言呢它一定是有一个所要表达的对象 所以它一定是在这个世间人所了解的范围 一般我们能够见闻觉知的都是有一个群体的共识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听到AI就知道是 这个机器人或人工智慧的东西 那比如桌子 英文跟中文 不管是哪一个语言 有学过英文的就知道它是称呼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当我们说桌子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它所指的这样一个物体 所以桌子就是语言的所依 是语言指涉的对象 所指涉的对象 这个是言依的意思 语言所指涉的对象 都是有为法 一切语言所指涉的具体对象都是有为法 然后有离呢 就是我们必须离去舍离一切有为法 对 因为你还在这个因缘造作变化的生命里面 那永远你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无常生命变化 你就没有办法超越了 所以它这里要从有为法证悟到无为法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就要舍离 所以这个离就是说 这个有要舍离的就是有为法 我们要有离的就是有为法 这也是在代表有为法的名称 就是要离开的 有离的就是有为法 要证悟无为法 然后呢 有试的话呢 就是应该称有因 试跟因有意思 是说会成为这个试一定有因缘嘛 对不对 没有因怎么会有这个试呢 所以我说很多很多的试 那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因缘的关系 所以这个事情才会产生出来 所以总之呢 有因缘造作的时候 有生住易灭的变化的一切都是有为法 不由因缘所造作 没有生住易灭的就是无为法了 刚刚讲 什么是没有因缘造作 没有生住易灭的一切法呢 无为法 不生不灭 那什么是不生不灭 你都永远具有的 敬畏来具 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 现在再敬畏来具 就是我们的活性 那个真如本性 那个都是我们本世具有的 好 这里呢 我再补充一下无为的 所以当你看到心经里面讲的 一切法的空向就是无为的空性 他讲的是一个无为的 因为他讲了几个无为的 刚刚讲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就是诸法空向 所以心经的境界 他虽然才260字 但是他的境界 最后他还讲无所得 所以菩提自信要归无所得 因为你要最后你要无所得 才能真正来到究竟解脱 一切法必尽空没有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虚空无为 其实他最后也是来到这样子 一切法必尽空 他没有生灭相 所以呢不生不灭 没有生也没有消失 不够不静 好 就是 他不会造业也不会染污他 你造恶业也不会染污他 这边 造了罪业也不会染污他 造了善法也不会让他更清静 就是刚刚讲本质具有的 好 他一直都存在 好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 好 不增不减 他是再 凡不减 再胜不增 凡不境界呢 真如 不会减少 好 所以成就活到呢 真如一点也不会增加 好 就是刚刚讲不生不灭的 所以世间的真减染静生灭 这些相妙都没有 好 都没有我们 呃 等于是说 这个本来的相貌是清静的 好 他是无可造作 所以呢 就是无为 他是无形无相 不会生灭变化的 或消失的 好 所以他用这个虚空来比喻很恰当 因为虚空就是这样 不管你在虚空里怎么造作啊 你盖了十栋房子虚空有减少吗 没有 他无量无边 那你把房子拆掉呢 虚空也没有增加 离珠障碍无可造作啊 就是无为 所以用虚空无为来形容他是 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境界层次 所以这一段总相里面就把无为呢 做了一个 总瓜来讲 无为的总瓜来讲 就这几句话 如果你不知道无为是什么 就请你这几句 稍微记一下 离珠障碍无可造作 非色非星 还有两个 前面还有四句 就是无为的总说明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下面 因为唯士后来呢 他们是白法不是七色法 他有两个就是我们今天在七色论看到 折灭无为跟非折灭 这两个无为的大相貌 这个也是要 再加强各位的印象 第一个应该 大家就是很了解 一个是因为折灭而显现的 这个无为 第二个无为是因为非折灭而显现的 然后呢 第一个呢就是 我们要波罗波罗蜜的智慧 这个抉择 如果以大圣来讲 你才能来到 这个灭是指捏盘了 他就是无为法了 为什么用灭呢 就像火燃烧得很旺的时候 火有时候变大 有时候变小 你把这个火熄灭了时候呢 他就变成了是激净了 所以这个地方 这里的火当然是指无常火 无明火 那激净就是灭的出现有两个因缘 第一个呢 你有智慧简择 这个智慧简择 你会先了解我空 那我空呢 我们会在这个 基社论讲很多 但是后面他提到一点点菩萨 菩萨无所得的时候 他连法都空了 所以我空跟法空的智慧 就是一个智慧的抉择 折灭 另外一个不是智慧所成就的呢 就要看下面的解释了 所以折灭是呢 正确的智慧至于简择 永远断烦 显现的真理 本来就没有生命 就回到你不生不灭那一块 他就叫他无为 然后所谓正呢就是 我们要有正知正见不颠倒 环乎的思想是颠倒的 没有我认为有我 就五蕴身心必尽空 照见五蕴皆有 但是我们都照见五蕴皆有 所以无我无我所 却执着有一个我 这个就是一个颠倒 那这样的思想跟无名相应 所以我们的十二因缘就开始有了 那所以为什么断身见可以 正德出国呢 就是不用再轮回 因为至少你这个五蕴身心 空的 这个无我已经有了 然后最后还要正德必尽空 好 那这个思想跟无 那你的无名就开始转为名了 所以正出国 这样见到 就是无名变成名 而折灭无为是正确的 他不颠倒 合乎诸法实相的智慧 所以折灭无为是 异我空法空的智慧去检责 他可以熄灭三界烦恼 显现了本不生灭的真理 叫无为 这是活陀圣地之所成就 无论是二圣的身为原觉 或是大圣的修行 要从菩萨跨越到佛 都要正德无为 而且跟外道是 没有共 外道他们没有菠萝的智慧 好 然后第三个呢 非则灭无为呢 他又有两个 我们刚刚也大概介绍 第一个呢 就是说 不由选择力量 本是清净的是无为 第二个呢 是有为缘缺 暂时不生 虽不是永灭 但是暂时没有缘的时候 也是在无为的范畴里面 因为非则灭无为嘛 一个因缘没有具足 这个也寒瓜在非则灭无为里面 第一个是我们本具 所以来到非则灭无为的时候 它是叫做 不是要用智慧 它是有本来具有的清净 不染污了 所以呢 你今天摆花丛里过 遍夜不沾身 即使你从不好的环境里面 经过 它对你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不由则利 本具清净 所以它第一个状况呢 就是说 我们的自性本是清净啊 无论你造了多重的恶业 它还是清净本然 虽然这种清净是有 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弦 这就是大圣里面的 《华华经》里面讲 众生皆有活性 就是要如来 开示误入众生的 为了这样来到人间 所以呢 因为这种清净还没有开弦 我们没有办法受用 那但是它的体 却存在啊 它是本来清净 不用精油无肉智慧方显 所以这个 第一个 悲哲灭无为 是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禅宗这个公案呢 是一个不错的故事 有一个禅师去顶礼一个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很谦虚说 莫里老朽 就是客气的跟他说啦 那你不要顶礼我这个老人家 这个摄身呢 他会怎么样 老病死 那对方呢 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马上就回应说 理非老朽 我不是顶礼你的臭皮囊 我是顶礼你的活性啊 那个不老不病不死的 一直存在的 这个活性 非老朽者 那个是清净的真如活性 所以呢 说是理非老朽者 是从本性的角度来看 人人都有清净无为的本性啊 好 那第二个圆缺不生 这个我们也讲很多了 因为课本也举例 就是当你专注在一个的时候 其他的圆都叫做圆缺不生 暂时不生 好 虽然他不是永远灭 但是呢 他这个圆过去以后 那个净了 就不会再出现了 那这个最容易看的就是 当然如果你能够用 证悟到你 开悟到你的佛性 你能够 非则灭为 那很好 但是第二个层次 就没有第一个那么高了 第二个层次是 用什么方法 暂时用禅定 把那个圆呢 暂时 决掉 让他圆缺不生 所以 一切有为法 皆暂因拖圆而生 欠缺的因缘自然就 处在了无为 好比 很多的外道就是用禅定的方式啊 那有一些活地子 他可能 不了解真实究竟的真理的时候 他也用这个方法 那代表他还在那个 赤地的方式啊 有违法的因缘暂时停下 因为呢 入了禅定以后 你跟外面境界有没有接触 入定喔 入定是六根六层 都要休息喔 但是呢 我们的第六意识 他暂时也不作用 但是他还有在 做这个 心动念 我要出定 这个你还很清楚 前五世是不活动的 在这样的 杂染因缘缺乏 因为你的六世都暂时 没有跟外面接触的时候 即使你第六意识有独头意识 他也是在一个清静的状态 所以外面这个烦恼业力 果报都暂时不会升起 虽然不是永灭 但是交缘缺不深 也可以安立无为 所以第二个用禅定的方式 那禅定的方式 大家出定呢 就又有杂染了 所以第二个呢 就只是暂时的 像我们后面有提到灭禁定 这个禅定 它就是类似这样的方式 所以总之呢 非则灭无为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呢就是从本具的活性来观察 它可以说是非则灭 如果你修到则灭无为 又再呢 进一步会来到了非则灭无为 那虽然我们没有菠萝菠萝蜜 但是心中呢 还有无为法 因为呢 就是你已经来到非则灭无为的 本体自性清静了 好 所以当你本质清静恢复的时候呢 所以所有染污对你来说都不构成染污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恢复到你本质清静 就回到你清静的家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只是呢 大家是成为法界的流浪儿 就是要自己呢 知道然后呢 怎么样的修行让你回归 好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缘缺不深 好比依禅定的力量 让这个烦恼跟业力不动 这也可以安利无为 不向前面的责面为 它必须要有两个 虽然呢 我们现在讲的是佛教 外道就只靠禅定 那如果你今天呢 又有缘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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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智慧的话 那就更好了 所以第二个缘缺不深 它依缘缘缘的力量 让烦恼业力不动 这样可以安利无为 它不向前面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是缘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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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智慧 因为它已经从折缘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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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 所以折滅跟非折滅都屬於無違法 一個是活地子專有的 一個是通於凡夫以及聖人是第二個 緣缺不聖 因為這個凡夫是指外道他們也修禪定啊 讓他這個入禪定的時候你暫時 二因緣都不會出現 所以這個通凡夫以及聖人 接著呢我們可以 後面那個三個無違 是另外呢大聖回是開展出來的 那我因為我只介紹跟聖社論相關的 那我今天就看到這裡 好我們一起回向請合掌 願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國等與眾生皆共成活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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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